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高个 很漂亮 名牌 仔细一查学历很多都是大学本科啊 这个父母啊 刘雪刘汉供养他 让他考大学出人头地 他出去卖校啊 做风尘女子啊 赚钱啊 他看到自己穿着名牌 哎 出来进去坐乡车宝马 他不知道啊 那是火坑 那是灾难啊 一条不归路啊 像这些人 谁来拯救 你像我们在台上讲不行啊 这些很多三培小姐她不相信呢 只有过来人 从火坑里过来的人 才能够告诉给他们 你什么都得不到 除了一身疾病 还有灾祸 在我们这个汇报团呢 有一位老师 他能够啊 舍己为人 发了大誓言 只要天下还有这样的三培女子 我就永远地讲下去 告诉他们 不要再往火坑里跳了 这位老师啊 今年很年轻 刚刚刚三十岁 人生的一段弯路 在夜总会里边度过呀 下面我们就来采访啊 灾难都有种子啊 小的时候受的什么样的教育 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怎么会去做这样的行业 我从小 我生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偏远农村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 我的爸爸妈妈就每天都在战争 尤其是逢年过节和吃饭的时候 他们会因为一句话两句话朝得天翻地覆 吃饭的时候永远没有安宁 盘子满天飞 甚至有的时候会动手 把桌子都会掀翻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 我的家里从来没有过温暖 从来没有过安静 爸爸妈妈总是在争吵 我从小就痛恨这个家 我就很恨爸爸妈妈 我就总在想 他们这样子的吵 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 他们没管过我 我从小开始就是自己管自己 在小的时候就滋养了很多的坏毛病 M 虚荣 虚伪 好吃懒做 因为爸爸妈妈从来没给我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我从小的人生观就扭曲 还有因为妈妈和爸爸总这样的吵架 妈妈在年仅四十多岁的时候 就得了脑血栓和脑出血 一半脑袋是出血 然后父母 我就觉得他们 我恨他们恨到了极点 后期 我在98年18岁的时候考上了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学校 当时呢 因为父母长期打架把架打得非常的穷 没有钱给我交学费 我辍学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拖着皮箱 到了大连这个大城市准备去淘金 因为从小滋养了爱慕虚荣 好吃懒做 虚伪 很多很多的坏毛病 根本就没有想找工作这样的念头 就是想 怎么能够快速的挣钱 怎么能够快的逃到第一桶金 那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 怎么想到会到夜总会里边 到这种地方去赚钱 就是因为好吃懒做 然后爱慕虚荣 还有物欲心极强 我感召了 直到大连之后就感召了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在身边 她们这些女孩子都有什么特点呢 全部都是自己不愿意干活 然后特别那个好吃懒做 以这张脸去赚钱 然后每天 喜欢不劳而获 是的 虚荣心都特别强 特别的虚伪 每天看到她们呢 吃饭店 穿名牌 进出呢 都有名车座 当时呢 我就心里暗暗的在羡慕她们 我就想 我怎么也能像她们那样 我并不为她们差 我觉得她们还不如我 我就在这种 这个老师讲到这儿 我们插一句话 大家听到了 就是她没有价值观 她的价值观是混乱的 所以她一碰到坏事坏人 她就跟着走了 人要是有了方向 手里有了这个指南针呢 她不会去做 因为她真的是火坑啊 我们这个论坛就起这个作用啊 当初她没听过 一下就往火坑里跳进去了 这好啊 我们下面就来问一下 是吧 到了夜总会呀 天天晚上要喝酒是吧 是的 当时脑子里只想着赚钱 根本不想别的 为了赚钱 每天晚上要陪客人喝几十瓶啤酒 甚至还要喝红酒啤酒 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 然后在我喝的已经喝不下去了 每天晚上是这样子的喝 喝了再吐 自己到卫生间去扣嗓子 把酒吐出来再进去喝 当时的心就是想怎样能赚到更多的钱 后期实在觉得胃很难受了 吃也吃不下很痛 每天还很恶心 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 当做胃镜的时候 大夫都不敢相信 他说这是一个不满二十岁女孩子的胃 整个胃黏膜全部都是出血点 胃出血 那个时候多大年岁 十九岁 去夜总会呢 是十八岁 十八岁 县浩木虚荣到了夜总会 一下到火坑里去了 一天晚上要喝多少瓶啤酒 几十瓶啤酒 我们听听啊 哎 不喝赚不到钱 那是赚钱啊 那个都不叫卖命啊 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了 我们大家看 夜总会里面色情场所呀 你要是想有一个幸福人生 那是做梦啊 哎 你赚到钱了那是凶财 那不是你的 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 这个老师当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违背人伦 违背道德的啊 饿的 能量发出去了 他受到的呀 反作用的报应出现了 首先是胃出血啊 是 然后身体和心理很多啊 是的 然后还有妇科疾病 因为那个时候还吃过很多的事后避孕药 那个药会导致 供颈癌啊 盆腔癌 而我导致了是盆腔炎 供颈 导致了很多的妇科疾病 今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的学生 中学生都在吃紧急避孕药 那致癌的呀 不是说纵欲不纵欲的问题呀 你癌症怎么来呢 十几岁就吃这个 还有那时候每天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咒服夜出 而且每天都是假笑 说假话说谎话 每天都是骗人 而那个时候呢 整个人就是整个就像老师第一堂课讲那样细胞扭曲 我就是这样子抵抗力下降 每个月大概都有二十天多天都要上医院去做报道 去输液打掉瓶 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病 只要有什么传染病 一些风吹炒动都会被传染上 抵抗力极差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抵抗力这么差 还在怨天尤人 还那时候还怨过爸爸妈妈 觉得是他们以前打架给我的影响 后期我在学了传统文化知道 是我自己细胞扭曲了 我才那样子爱得病 那样的抵抗力差 还有 其实身体上的病可以用医药来治好 心理上是最严重的 我从进入夜总会那天开始 我心里就没正常过 开始的时候进夜总会是羞涩 后来妈妈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 慢慢开始麻木 麻木不仁 之后 我就开始生不如死的感觉 觉得在这种环境下 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每天是晚上上班 白天睡觉 出门都不敢见人 戴帽子戴眼镜 挺羞愧 挺难受的 每天都在想 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 没有温暖的家 然后呢 长大了又没一个好的工作 这样活着真没劲 就自杀 隔过万 那个时候就想自杀呀 是的 然后 各国外现在里还有留着伤疤 当时缝了八针 后期 各外没有死成被抢救过来 然后又吃药 后期还吃个通过黄金 我是想过各种方法去自杀 每天到后期不做夜总会了 我还是在这样的想自杀 想跳楼 觉得跳楼肯定就是救不过来了 如果要从高层跳下去的话 肯定没有生还的希望 一直都在琢磨着怎么死发 但是没有死成 没有死成就自杀 觉得用另一种方式来发现自己心里那种痛苦 我会拿女孩子用的那种刮眉刀 在我手腕上滑 滑的一滴血 一滴血的这样滴下来 当我看着血一滴的一滴的这样往下滴的时候 我心里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才感觉到有些舒服 有的时候这种刮自己还不够痛快 我就会攥进拳头 使尽全身的力气去砸墙 可以砸在这个手腕手上 全都是血淋淋的破了皮 会用脚去踢 有一次脚踢的都不敢走到了 就是这种发现心里的这种难过和不舒服 莫名的 或者这种自缠 还有莫名的恐惧 每天晚上都要会几十次去检查门锁 会觉得每个人都会伤害到我 觉得所有人都会骗我 都会伤害我 就是没有安全感 家里的锁都换过几把了 但是还是这个样子 直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毛病 还是这样子的去检查 唯独怕谁能进来伤害我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这种生不如死死不能死活不能活 挺难受的 我就找心理医生去看病 找过心理医生六百块钱一个小时 我也看过 然后呢 也吃过药百忧解 后期医生给我解决不了 当时我觉得 我怎么能这 病到这一程度了 我就自己去学心理学 自己去解决问题 后期我学了四年的心理学 也没有把自己治好 还是这样子的痛苦 而且越知越痛苦 我特别的难过 后期 当时做夜总会的时候 那时候存在侥幸的心里 我只做了一年半的夜总会 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觉得过不下去了 我想离开 想跟这样的行业断绝 然后想换一个环境 做正常的人 干更正常的工作 白天上班晚上睡觉 这样子的 不要任何人知道我的过去 可以找一个男朋友结婚 我当时计划得非常好 我以为这样脱离了 这样的环境 我可以过新的生活 就是那个时候啊 已经离开夜总会了 是的 在那做了多久啊 一年半 一年半 我们看到 他受到的这种报应 太多了 一直到三十岁 学传统化之前 这前不久啊 还常常想到要自杀呀 那个报应太重了 为什么呢 你极大的违背了人伦 太饿了 哎 我们在做汇报的时候 有一位观众来找他 女孩子呀 也是做这个行业的 三肥小姐 见到她第一句话 你赚到钱了没有 是这个话是吧 是的 她当时是 就是在石家庄做汇报 我一下台的时候 她就来找到我 她当时就问我第一句话 她说您赚到钱了吗 我摇摇头 我说您赚到了吗 她说没有 当时她也 她说当时赚到了 但后期不做这一行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赚到 和我一样 赚到了一身病 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 当时呢 我也赚到了一些钱 刚开始做的时候 因为利益虚心 特别想赚钱 最开始是自己在做台 做小姐 做了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发现做领班 可以收台费赚得更多 我就特别麻木不仁 回到家乡 我带了很多女孩子出来 然后呢 就是你回家去呀 又带了一些女孩子来做三陪小姐 是的 就是为了赚钱 是的 那些女孩子也是好吃懒做 是的 跟我一样 真的是感召 我去 我回到家间找她们的时候 她们是自己来找我的 完全都是感召来的 都是好吃懒做 爱慕虚荣 想不费力气 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今天的女孩子都羡慕我 哎 羡慕你还长得好 有钱 穿名牌 开着宝马车 有男的来接她 住大房子 跟各位讲啊 就像这朵鲜 就像这朵鲜花一样 三天呢 她没有根呢 三天就枯萎啊 哎 这个老师她有一个 过去有一个朋友啊 就做这行呢 哎 很多人都羡慕啊 有钱呢 相貌好啊 我们看看那个下场 太悲惨了 是的 我的这个女朋友 也是我曾经羡慕的对象 她长得很漂亮 有多个情人包养 在北京有三套房子 还有豪华的跑车 当时很多女孩 都把她当成偶像 然后呢 她觉得也可以有正常的生活 在三年前 她结婚嫁人了 一个隆重的婚礼 当时啊 有很多人在羡慕她 当时 反作用 嗯 后期在一年半之前 反作用力就找到了她 她的老公吸毒 把她所有的财产 三套房子 一台豪华的跑车 全卖掉了 全吸掉了 她现在呢 身无分文 她现在孩子 两岁多了 快三岁 没有钱养 放在自己的母亲家里养着 而且 当时 她引以为傲的容 引以为傲的容貌 也毁容了 因为她忠愈过度 买脸的错窗 我曾经听过一个著名的中医说过 女子忠愈其中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错窗 她就是这样 很严重 根本没法出门见人 她现在这个人 她过去的那些家产的钱的车都没了 是的 因为丈夫吸毒都吸光了 是的 我们看到啊 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不是打比方 是真的 三天呐 三天她就枯萎了 她就没了 何必呢 人生不是就三天呐 我们有一次举办论坛 在裴隆江三月份 有一个女观众 散会之后找到我们 她是在广东啊做三培小姐 她说我一直没弄明白的事 我终于弄明白了 回去之后 我再也不干这行了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我做了十多年三培小姐 干这个色情的事情 她说我就想攒钱呢 买套房子 哎 这个钱刚攒够准备买啊 马上就被我当时的男朋友给骗走了 哎 再接着攒吧 攒到后来啊 又被骗走了 每次到快买房子准是被骗走 她说十多年最后啊 剩下来一身病 那房子还是没买着 她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 听了论坛都明白了 为什么呀 报应啊 你天天在歌厅夜总会 桑拿按摩 搞色情 骗人家兜里的钱 你攒够了 周围的人就来骗你的钱 你骗人家感情 人家就来骗你的感情啊 那是跑不掉的 所以她就不做了 这位老 这位老师刚才所讲也是啊 他讲那个人被毁容了 你看这些女子啊 靠脸蛋吃饭啊 哎 这个东西作恶呀 作恶的工具呀 他将来啊 那个人毁容了 为什么呢 反作用力报应吗 这个老师也毁容啊 是的 就在去年八月份 我呢 也毁容了 是满脸的湿疹 整个脸部 除了脸道和鼻子没有之外 整个脸和脖子 全部都是 根本没法见人 是那个红色斑点吗 不是 是一块一块的忽在脸上 忽在脸上 很厚是吧 很厚 不只是难看 而且是非常痛苦 他起氧无比 我每天都会把他抓的 血淋淋的 以前喜欢留指甲 后期指甲都不敢留 只要长一点指甲就去剪 因为手会自然而然的 就会去抓脸 脸全是挺挺血淋淋的 根本就是血肉模糊那样子的 也治不好 治不好 看过很多中医 也看过西医 都没有 大家只是告诉我 这个名称叫施症 后来有一个著名的中医 我问他 我说 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 中医告诉我 因为我 我一直生活在大连 大连吃海鲜吃的比较严重 我特别喜欢吃海鲜 尤其是生吃 生吃活吃海鲜 因为当时我身体比较弱嘛 总上医院去报道 以为吃海鲜 可以给自己滋补身体 活的海参 活的龙虾 活的虾耙子 活的螃蟹 还尤其吃的最多的是 活的鸡尾虾 大家都说这个营养最大 所以我吃的特别多 非常残忍 吃着就会把头给他扭下来 蘸着蜡根就吃掉了 真的现在想想 我这点活用算什么呀 那虾当时被我这样扭掉头 它会多痛苦 它多疼啊 我现在才感觉到 当时大夫跟我说 他说 吃海鲜 因为它湿气非常重 它会在我身体上 种下这种湿气 让我的脾虚 导致我湿疹爆发 他跟我说 他说 吃海鲜 这样吃的特别多 特别是活吃生吃 不只吃的是 吃着很多的皮肤病 像牛皮血 还有一些戳窗 还有些疙瘩之类的 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的皮肤病 都是因为吃海鲜 这个在很大原因 得了这么重的病啊 那最后啊 这个老师也是有福气 遇到了传统文化论坛 他来一听啊 有变化 我们听一听 真有变化 是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就在去年11月份 咱们这个传统文化论坛 在沈阳开幕 当时朋友给了我一张票 让我去听 我就从大连坐车 到沈阳去听论坛 在之前还不想去 就因为这个脸 已经什么医生都治不好了 中西医都治不好 在求出无门的时候 我就后期 我就实在没办法 就想到论坛去看看吧 能不能找到我治病的方法 在听下论坛 听完四天之后 我找到我生病的原因了 我也找到我抵抗力差的原因了 根本就不是爸爸妈妈吵架的原因 也不是其他的原因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人性扭曲 就像这个老师讲的擦巾纸样 细胞扭曲 它已经扭曲的不能再扭曲了 我能不生病吗 叶总会的一年半的生活 让我看到的都是黑暗的一面 看到的都是欺骗 看到的都是谎言 看到的都是尔虞我诈 没有真实的东西 它让我心理上扭曲 十八九岁 是一个人正是青春期 正是生活扭转这种转折期 我在这种时期度过了一年半 我整个细胞都扭曲了 不是人了 真的是今天老师讲的 真的不是人了 我生病是我活该 真的是活该 另外啊 自己的记性很不好 记忆力也差 是 纵欲啊 造成的 是 过去不了解 以前不知道 以前在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记忆力非常好 学习很好 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 后期就开始记忆力不好 脑袋挺挺浑浑顿顿的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听了传统话之后 那时候我才知道 纵欲过度 真的是下流 很多的脑脑水都流下去了 真的是我都明白了 我等这些所有的病 还有这些所有的原因 我全听懂了 然后我回到大连之后 我就做了一个动作 第一个先改掉自己好吃懒做的这个毛病 以前家里还请着保姆 不愿意做饭 长到三十岁 没做过一顿饭 我把保姆辞掉自己开始学着做饭 开始自己学着去收拾家 打扫卫生 正常人 做正常人 以前晚上是不睡觉 不到两三点钟是不睡觉 每天晚上不是上网 就是看电视 每天睡到九十点钟 甚至中午或者下午 听了论坛之后 我晚上九十点钟强迫自己睡觉 早上五六点钟起床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知道了弟子归 我就回家拿着弟子归这本书 一百一十三件事 我一件件的跟自己对照 我发现我没有一件事 我能做到弟子归里要求的 我就把我能说出来的 我就对着朋友去忏悔去说 就像我做夜者会这种丑恶的事 我说不出来 我就把它写在纸上 然后跟上天说 跟上天忏悔 就这样我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失诊 习记般的好了 他从我的脸上 一块一块的掉下去了 但我也很感谢那个中医大夫 也是他给我药配的 加上我心理上的转变 真的 中医大夫给了他一些药 加上他心理的转变 那个湿疹一块一块往下掉 那过去这怎么都治不好啊 是的 这里边有规律啊 我们刚才听了这个老师讲了 他一年半在夜总会 后来做什么了呢 找情人 通过情人呢 开了一个公司 赚一些钱 这些钱呢 很多都是做假账 偷睡 送红包 赚来的凶财啊 这些钱财 学传统化之前 他不知道是凶财啊 一学到之后 这个老师有个特点 马上相信 马上改正 我们下面问一下 跟这个情人断绝了 钱财啊怎么处理 是的 我回去之后 我也跟这个情人说再见了 换了电话号码 当时我跟他 我跟他说分手的时候 他当在电话里 他当时很不理解 他说现在人不都这样吗 全都在找情人 当时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不这样了 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然后就跟他断绝了 是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 再没有联系过 嗯 那然后挣了那么多的凶财啊 准备怎么办呢 我听了传统文化 知道了凶财凶出 当时在作业总会的时候 我也挣了那么多钱 但是我出来不作业总会 只剩了三千块钱 全部都凶出了 全部都看病了 没有留下任何钱 我这些钱呢 我知道他也是凶财 我不想再让他凶出 我决定把我赚的这些钱 全部捐出来 弘扬传统文化 做做我们这样的论坛 做光盘 我们来问一下啊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老师啊 他有多少财产要往外捐赠 大概三四百万 全部捐掉 是的 全部捐掉 了不起啊 你看过去啊 歌厅夜总会的一个 风尘女子 我们家三培小姐 现在大的慈善家呀 一般人都做不到啊 那是真的 你看好人是交出来的 刚三十岁啊 采访的最后啊 我们请他 对那些 浩慕虚荣 还往火坑里要跳 还在火坑里的那些女子啊 讲两句忠告 我 我想对那个准 对这些准备跳火坑 或者还在火坑煎熬的姐姐妹妹们说 回头吧 那是一个无底洞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大火坑 我愿意我作为反面教材 来警醒大家 大家看到我 就可以知道你们将来的后果 不是只做的这几年能有什么后果 就是将来不做了 后果也会跟着你 会让你有生不得幸福 疾病 心理痛苦 就像老师说那样 警察不来找你 但你的良心不会放过你 像我这样 我已经不做这一行十多年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放过自己 我一直活在死的边缘中 天天活的生不如死 我们不想自己 我们想想我们的老父亲老母亲 身有伤 一亲优 得有伤 一亲优 一亲修 我们做这一行 就是古代说的 做妓女 我们做妓女多羞耻啊 让我们 让我们自己的亲 亲朋好友知道了 知道他们的女儿 宝贝女儿 在做妓女 你想想我们的父亲母亲 还怎么能在亲朋好友面前抬的头 还怎么让他们活呢 我们不能这样自私的为自己活着 我们要为父母想一想啊 姐妹们回头吧 悬崖勒马 不要像我这样 到今天 得到了这么多的果报 后悔完以啊 这个老师还讲 只要有一个 你讲讲 是 我在 我在走上讲台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发誓 只要还有一个女孩 在做妓女这个行业 还有一个女孩 想往这个行业去做 我就决定在这个讲台上 一直讲下去 讲到老 讲到死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啊 请大家看几张照片 这个是啊 这个是啊 在前不久 刚刚在辽宁省大连举办的论坛 场面很大 也是几千人 市里边的老市长 大连市老市长 81岁在台下做了四天 盛况空前 很多像新加坡 香港 台湾一些观众啊 全国各地观都去听啊 这么一场论坛 哎 哎 那要花很多钱呢 出资方 就是她 哎 出钱呢 出钱办论坛四天呢 很多钱呢 谁掏的钱呢 这位曾经啊 风尘女子 大家想一想 今天大慈善家 哎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相信 人是交的好的 就是没人交啊 过去没人交 现在好了 有人交了 哎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弘扬传统话呀 哎 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 真的 好人是交出来的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我非常感恩这位老师 谢谢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heb